孤苦鸟叫麦子熟了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 那大家知道我国的第一粮食作物和第二大粮食作物都是什么吧 基本常识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是水稻 水稻第一生产大省是黑龙江 我国第二大粮食作物是小麦 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是河南 小麦和水稻的生产第一大省都来自北方 在生产小麦这一块 河南一直都是雷打不动的 全国第一 河南小麦的种植面积8500多万亩 出产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小麦 2022年河南小麦产量是762亿斤 河南的小麦不仅能自给自足 每年还能打包400亿斤粮食 供给全国其他的小伙伴 河南不光种小麦 河南面食的身家工也登峰造集 大家每吃的10个酥洞饺子里 就有7个产自河南 每10包方便面有3包产自河南 这河南是全国粮仓也是全民厨房 小麦种植10里排第二的是山东 种植面积大概是6000万亩 年产量是500多亿斤 山东的小麦主产区它集中在鲁西南的河泽 还有北边的德州和辽省 焦东地区是丘陵地带 鲁南是山区 没办法进行小麦的大面积种植 全国第三小麦生产大省是安徽 很多人得纳闷了 安徽不是南方省份吗 安徽跟江苏一样 安徽的晚北跟江苏的苏北都是华北平原 打开方式上跟河南是一样的 安徽的小麦种植面积4300万亩 年产量330亿斤 实力在河北之上 小麦生产的第四大省是河北 种植面积是3300万亩 年产小麦近300亿斤 全国第五小麦生产大省是江苏 苏北有四厂大开的大平原 种植面积3000多万亩 年产量是260多亿斤 安徽江苏因为处在南北方过渡带上 既能种小麦又能种水稻 小麦和大米的产量都能排进全国前十 总而言之 我国小麦它主要的产区 它就是位于华北平原 中原熟天下足 华北平原的小麦产量 占去了全国一半多 全国没两个馒头 没两个面包 就有一个来自这里 风吹麦浪 颗粒归仓了 哎呀 陆姐妹肚子有点饿了 吃饭去吧 今年必于煮大面食 喝点 哎呀